這個系統所實現的是一個人臉的定位 我們先偵測到人臉之後 會進行攝影機的追蹤 讓現在所看到的 攝影機會跟隨人人臉左移動 當人臉左右移動之後 我的攝影機也會跟著移動 當我的人臉固定在一段時間不動之後 我們攝影機會進行蹲韻的動作 讓它進行局部的放蕩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人臉的長相 然後我們所預想的應用情境 我們可以用在 像是走廊的攝影機的保全系統 那我們可以攝影機就追蹤人臉移動 我們就可以不用在那麼多隻的固定式的攝影機 可以減少花費 然後我們如果是進行局部的放蕩的話 我們可以更清楚 可能拍到我小偷的長相之類的 然後我攝影機也可以透過 iPhone32與電腦這段溝通 所以我可以把我局部放蕩的圖 拍攝到電腦 然後我日後就可以去翻說 然後我這個人臉的長相是怎樣 這樣 那基本上這個系統它是可以偵測到多個人臉 可是因為我們攝影機的就只有一台 所以它會去選擇說 我最先找到哪一個人臉 然後我就去追那個人臉這樣子 所以可能剛剛評審老師就是坐在後面 可能攝影機會亂找 因為可能它每次找到 最先找到人臉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會一直飄來飄去這樣 那這邊有如果說兩個人比上 那這個系統就會根據它第一個判斷出來 對 你可以動快一點嗎 動快一點 動快一點它留一些它的限制在 就是因為我們攝影機它硬體的限制 這個距離可以景深的範圍多遠 嗯 基本上就是在我螢幕中我看得清楚的 我人臉 人臉變色我看得清楚的 這樣子是都可以 那如果很貼近那個圈網 很貼近的話就是 就是 至少我整個人臉我要在裡面這樣子 這樣還是真正的大 所以大小的變化 影響的大 對影響的大 所以它主要的限制就是在光線的問題這樣子 那皮膚的顏色有沒有差 有 對我們就是真 對亞洲人要黃皮膚的 對 如果是黑人的話就可能就不行了 嗯 那是之前這個電風的這個同學比較好 比較好 我沒有啊 就是專門DEMO的這樣 呵呵呵 呵呵 那我們DEMO就大概是這樣 谢谢大家